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闪马田赛马习作 又来到每个礼拜一次的 天气先生和大家讲讲天气一周的时间 差在小弟没有戴太阳眼镜的习惯 如果预报天气很热 就真的像天气先生那样戴一副超 但还未玩到 纯粹借这个机会作为一个星期的天气回顾 以及讲一些有关气象或气候有关的问题 和大家讨论 星期日跑完马就轻松一下 今周的天气基本上都是艺局 这两天就好了一些 因为开始真的下出少少雨了 有时下一些 但其实又不是很大规模的下雨 譬如沙田马场 今天跑马大家知道途中有下雨 但下了一阵就玩完了 然后天气继续有很多云 即是那些雨一直吐着吐着都没下落 是非常尴尬 幸好真的有些雨水 令到天气没有早礼拜头那么异局 先讲讲现在的气温 现在是晚上大概11点左右 这是10点50分的天文台更新 室外气温是24.5度 相对濕度91% 也挺潮湿的 天文台的预测最低温度是24度 最高会上到28度 和大家也简单回顾一下上星期的天气的情况 大胜一点的字 都是这样的 基本上星期一至星期五 都是日头比较烤热 雨又好像想落落不出 天阴但很烤烤 基本上要开冷气 要不然太睡不着 去到昨天 今天终于落出雨了 暂时天文台 未到27号的尾 天文台大概雨量是1毫米 当然个别地区可能会多一点 例如马亚 我想今天的雨量应该多过1毫米 昨天比较多些时间是落雨的 而最高气温昨天凉了25度 但今天又变得比较艾局 晚上出街 刚才下街吃饭也挺凉的 可以的 但日头也是偏向艾局 下星期天气也是差不多 讲这个话题之前 大家知道这几天最大气象消息 也有关台湾的大地震 就是花莲的大地震 这个情况也很严重 例如很多这些影片 真的有楼坏了 还有震的时间很长 震了十几秒 譬如如果你住高楼大厦 住十几楼 不断地震 震了十几秒 你不要说不害怕 好在现在很多建筑物 都有防震的功能 譬如说台湾 台湾本身是一个地震大的地方 是经常发生地震的 所以它跟日本一样 有很多建筑物本身都有防震的一些技术 在楼梁里面 譬如说在构造里面 射力方面 但也不是全部楼可以 没有事 始终会有些塌楼事件 而且也有人不幸 因为这个意外过生 但现在来说 我想相对 台湾 例如说近年 除了花莲的大地震之外 就要说到南投远 1999年的大地震 那次震的级别 跟今次也差不多了 严重程度也一样 但死亡人数 比今次多 就是说在台湾在防止地震的技术 或者在这方面的应对支援方面 应该就比25年前好多了 否则今次又死亡人了 现在暂时 譬如说 离难的人数是13人 受伤也有千多人 这里也是讲句天佑台湾 而且地震的特色 通常这些大地震发生之后 就不断就会发生余震 至少维持一段时间 比如说两个礼拜之内 在附近地方震完一次 不是震完就算了 是会继续会有 不断会发生余震 譬如说 今天也有记录的 台湾地区 都是在这个花莲院附近 都有发生地震 震的级别也挺高的 有五级的 不过就不是在正 就是花莲 在这个大地震的地方 就远一点点的 所以影响未算又很大 但这几天都不断有余震发生 基本上这些大地震一样是这样 我们香港人 就很难明白到这些地震发生了 那个情况 和那个危险性 这个叫做香港人的福气 另外 如果特别极端的天气 就可以讲讲这个 江西南昌市 就受到这个巨峰的影响 其实那些就不是巨峰 而是它那些怪风的程度 那个强烈的程度 是去到巨峰 突然间一阵 就很破坏性的震风 那些叫做冷空气 和热天气一对流一撞 就大风大雨 那一类 有时香港也会发生 很恐怖 跟上个礼拜 讲潘虞的差不多 吹塌了玻璃 那些 例如4、5月 这些春天天气 都预计了 香港人也要小心防范下 尤其是如果家里落地玻璃那些 预计有点 例如下雨 天文台如果报道过 有强烈季后封信号 好像前几天都有出的 强烈季后封信号 预防这些怪风 预测到 天文台会发出这些警告 千万不要调耳轻心 除了台风之外 这些强烈的季风 都可以造成很大的破坏 尤其是 打风 每个人回家 撕着膠纸有防范 这些是没有 而且突然间一阵大风 基本上没有受报的 所以大家都要留意 好了 讲完这些消息之后 都要预报 接下来九月的天气 天文台就被人说了 上个星期天气预测大炒 但没可能百分百准确 天文台预测天气 与我们贴马度马预测赛果 都是有异曲同工之妙 当然天文台是更科学化的 他们的预测方法 但也不是百分百会中的 大家都要体谅 接下来星期一星期二 都是继续 好像今天这样的天气 落少少雨 24至27度 落雨就落不了 多云有几阵骚雨 现时其实有一个影响华南的低压槽 这个低压槽也挺低的 对天气也没什么大影响 落雨就落不了 还要逐渐减弱 接下来星期三星期四开始 就有些阳光天气 还会再烤焗一些 去到本周后期 就会有股干楚一些的偏东气流 好像去到秋天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意思 就变成了一些比较天晴的天气 但是基本上 如果说温度来说 都是介乎25度 日头30度 都是热热的 偶像戴下遮阳 暂时星期一星期二 都是这样的情况 这次天气一周 时间就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看 下次再见 拜拜